孤独的人更容易在古事中成功,这个过程有点像修行,很孤独。 只有那些能够独自面对古事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市场的本质。 这些真正领悟古事的人往往会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。 在炒古的过程中,他们经常都是独来独往,而在领悟之后,他们的思维境界得到了飞跃,很难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人。 因此,这些人经常会选择独处,真正领悟股市的人一定有着自己的投资理念。 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,他跟我说,炒股几个月赚几十个点并不难,但是每个月都赚十个点以上,那就很难了,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。 后来,他向我展示了他的账户,两年时间里,账户翻了12倍多,我才意识到这个人真的很有本事。 我认真听了他的投资理念,他认为短线交易很危险,只有中线布局即将启动的低位股材是最赚钱的。 真正领悟股市的人逐渐看透了人性,领悟了股市的人,逐渐看透了人性。